王大哥可以说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自己这爱好上面了 但是大哥还是觉得一个人生活不是个滋味 王大哥的老伴一年前就去世了 大哥更觉得一个人的生活呀 就算有这些乐器陪伴 那也比不过有个会腾人的老伴 所以大哥思前想后决定还是得给自己找个伴 就回去我不跟他不在他面前不在他面前玩 所以我替这个你问这个我替他说一下好 只要心地善良脾气暴脏不算毛病 我现在这句话 就那也没事 我主要第一点演员 那身高介不介意 不介意 体重呢 不介意 身高跟年龄呢 不介意 王大哥性格开朗还有热心肠 这让红娘想到了家住吉林市 同样爱说爱笑的侯玉华侯大姐 侯玉华大姐吗 红娘美玲 来 谢谢 来 来 来 侯玉华今年60岁 萨偶 目前无工作 家住吉林市和儿子同住 就这屋 这屋大个盾底上都没拿呢 这屋是那个 儿子 这屋是儿子 对 对 这个跟儿子还有儿子一家住多长时间了 始终结婚就在一起 始终就在一起 这我孙子私杀了吧 这都15年了 小孙子从出生开始一直就在我那屋床 就没离开我那屋 这是我跟那个我大叔 你大叔啊 我大叔啊 来个这屋 来年下半年就上初户了 侯大姐跟儿子一家住了15年 这些年大姐除了在外工作 还要照顾小孙子 现在孙子快上初中了 得培养孩子独立了 侯大姐这才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踏实 我老伴儿那前是有病的 他就是得了就是那个肝癌 肝癌 肝癌就是发现前就晚期 那个时候你俩多大孙儿了 那前他才40多孙儿啊 我还不到40年 30多岁 俺家孩子上中学 你看看 侯大姐的丈夫去世以后 只剩下大姐和儿子两个人 当家庭的重担落在了侯大姐身上 从来没上过班的大姐开始外出干活 去医院做护工照顾病人 护工是照顾啥事的人 都是老人的 老人都是卧床的 我往那切气管的 给一吸汗 哎妈呀 你正经得熬夜呢 你晚上根本你都不敢睡觉 都得熬夜呢 那你敢睡觉吗 你就是你先生咪的牙子 你刚想咪的着 他这边有动静的 你能睡吗 你就得起来呀 早 晚上也得咪两小时那样 就睡两小时 侯大姐做了二十年的护工 现在她的儿子成家立业了 大姐的这些年的努力也没有排费 我儿去年买车 都给我出钱 这个房花了七万多 你自己攒钱买的 对呀 你这又给孩子买房 又给孩子买车的 妈 孩子再结婚 你看这 侯大姐帮着儿子成家立业 又把小孙子带到初中 大姐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 现在她终于能为自己的未来 想一想了 性格别太内向 开朗一些 为啥呢 太内向人嘛 就是怎么说呢 哎呀 太闷了嘛 就是你有时候你跟他说话是着急 年龄就是说的不能太大 人嘛 就是找一个相仿 就是性格相仿啊 年龄也比较像 相仿也行 对对对 对不对